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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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要继续来学习正确解释圣经的一些基本的原则 那么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已经提到 正确解释圣经的四个最重要的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叫做致意解释原则 第二个叫做上下文原则 第三个叫做已经解释原则 第四个是文化背景原则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来谈上下文原则 我们提到说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很留意 不可以断章取义 每一节圣经每一句话 甚至每一个词你都必须要跟他的上下文是连结在一起来读 这样我们才不容易误解圣经的话语 那么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看 当你读一节经文 或者你在读一句话的时候 你要留意 不只是跟他这一段 也不只是跟他这一章圣经 甚至跟他整卷圣经的精神 要变成他的上下文 就是你要从整本圣经来看 整卷书来看这一节经文的意思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第一个 比如说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 你要非常留意 我们都知道约伯记 就是约伯他突然受了很多的苦 所以他有三个朋友来安慰他 那么你要留意 你在读约伯记的时候你要留意 这三个朋友 他们那一些安慰的话 对约伯所谓的 讲的安慰的话也好 劝勉的话也好 不一定是正确的 你要很留意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 我们来读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 约伯记第一章第一节 乌师弟有一个人 名叫约伯 那人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 这里让我们看到约伯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的人 好我们继续来看 约伯记第一章六到八节 这里提到说 有一天神的众子来示立在耶尔法面前 撒旦也来在其中 耶尔法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回答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耶尔法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 约伯没有 地上再没有人 向他完全正直 敬畏神 远离二世 对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看到什么呢 看到这个 当耶尔法问撒旦说 你从哪里来 撒旦说 我从地上走来走去 往返而来 耶尔法就问撒旦说 你曾用心查看 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在讲这段话呢 有一点像是用一种 像父亲炫耀自己的孩子一样 好像上帝跟撒旦说 你有没有查看我的仆人约伯啊 这个呢 你看他这么好 完全正直 敬畏神远离二世 就上帝很以约伯为龙 就很像一个父亲 很以他的孩子为龙一样 好 所以你从约伯记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是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人啊 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决定上帝是得荣耀 还是受羞辱 我们每一个人啊 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决定上帝是得着荣耀 还是受羞辱 这样的情景可能在天上每一天都在上演 就是上帝问这个撒旦 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谁谁谁 没有 所以这个约伯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信息就是 上帝竟然把他的荣耀跟羞辱 绑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的身上 这个是我们很重要 要从约伯记得到的信息 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我们看撒末记下 十二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撒末记下 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经文 这段经文呢 是提到当大卫 跟拔士巴犯淫乱之后呢 那么上帝借着拿丹 来指出他的罪 所以这里提到说 大卫对拿丹说 我得罪耶和华的 我们看到大卫 他和神心意的原因 不是他完全不会犯错 而是他很柔软 当上帝指出他的罪的时候 他愿意立刻就认罪 然后我们继续看 拿丹对他说什么呢 他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 你必不至于死 上帝是很愿意再给你机会 愿意原谅你 但是请你注意看 他底下说什么 他说 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 大得亵渎的机会 我们看见这个地方 拿丹对大卫说什么呢 他说当你犯罪的时候 就让耶和华的仇敌 可以有亵渎上帝的机会 这里的耶和华的仇敌 就是指撒旦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从大卫的身上一样看到 就是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会决定上帝得荣耀 还是受羞辱 所以我常常告诉我们 教会的弟兄姊妹 请你记得 当你犯淫乱的时候 不只是你个人受亏损 也不只是你的婚姻受亏损 也不是你的家庭受亏损 教会要受亏损 甚至耶和华的仇敌 会得到亵渎上帝的机会 好像撒旦会对上帝说 你看大卫你这么爱他 你卷选他 你这么样保护他 你看 他犯罪了 所以约伯记其实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人光乎上帝的荣耀跟羞辱 但是呢 当你读约伯记的时候 你发现约伯的三个朋友 他们讲的话 其实是违反这个真理的 我们一起来读 约伯记三十五章六到七节 约伯记三十五章六到七节 约伯的朋友对约伯说什么呢 他说你若犯罪 人死神受何害呢 你的过犯加征 人死神受何损呢 你若是公义 还能加征他什么呢 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 我们知道约伯的三个朋友 他们的观念比较狭窄 他们认为什么呢 他们认为人会受苦 绝对是因为你有罪的缘故 所以他们呢 他们本来其实是很爱约伯 他们想要来安慰约伯 那他们安慰约伯的方法就是说 你今天会遭受这些苦难 就是一定是因为你犯罪 所以只要你认罪 上帝就会赦免你 那么你就会从苦境中转回 但是约伯是一个很诚实 寻求上帝人 他无法接受 他今天会遭受这些苦难的缘故 是因为他犯罪 所以他就甚至最后 他只好讲出自己 在神面前的那个 敬畏神远离二世 这些完全正直的这些事情出来 所以约伯的朋友就很生气 所以就甚至约伯的朋友 会帮约伯捏造一些罪状来控告他 然后呢 所以约伯的朋友就讲了这句话 当约伯在那里讲他 在神面前的那个 敬畏神正直远离二世的时候 你看他的朋友说什么 他说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 你的过犯加征能使神受何损呢 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征他什么呢 弟兄姊妹你们注意到 约伯的朋友等于在告诉约伯说 其实你啊 你犯罪也好 你公义也好 根神无干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错误 刚好跟约伯纪要讲的是相反的 我们刚刚讲到 约伯纪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原来我们的一举一动 都决定上帝得荣耀还是受羞辱 所以上帝有很多时候 他容许一些环境临到我们的身上 其实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荣耀 但是约伯的朋友却告诉他说 其实你不管做好做坏 跟上帝无干 这个是不符合真理的 所以你看弟兄姊妹你们就是要留意 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不只是一段是他的上下文 甚至不只是一章是他的上下文 有时候你要整卷书来看 整卷书你去读的时候 你才能够抓到他的精神 正确的精神 正确的道理 好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像传道书 传道书 你在读传道书的时候 有很多人在读传道书也是不大明白 有很多人读传道书的时候会觉得 这件书好像很悲观 我们都知道传道书里面有一个词出现很多 就是虚空的虚空 都是捕风 这个虚空这个词在传道书里面出现非常多次 所以有很多人读传道书的时候 会觉得很奇怪 奇怪这件书怎么好像很悲观 好像告诉你人生就是什么都无异 多读书也没有用 什么都没有 虚空的虚空 好像甚至鼓励我们就是及时行乐算 所以当你在读传道书的时候 你要很留意 我在这里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其实传道书它可以分成两个段落来看 第一个段落它就是告诉你 充满中的虚空 这个传道书它的手法有点像是什么 就是它告诉你说如果没有永恒 如果只有日光之下 如果没有审判 如果没有永恒 那么真的你去看这个 你只看今生 那么你会觉得其实很虚空 人不管你做什么到最后都不免一死 然后一死百了 所以很虚空 这个就像保罗也曾经这样说 保罗说如果没有复活 那么我们真的是吃吃喝喝 因为明天就要死了 所以传道书它其实是先告诉我们 就说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永恒 没有最终的审判 那么其实这个世界是很虚空的 但是我们看到传道书 它的第二个段落就是讲 虚空中的充满 第一段是充满中的虚空 它讲日光之下 第二段虚空中的充满 它讲有日光之上 这个世界因为有日光之上 因为有一位审判我们的主 因为有一位创造我们的主 所以你的整个价值观就不一样了 因为有永恒 所以我们人的行为 要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你的今生 所以当你读传道书的时候 你不能只读前面 你要整个读 那你要读到最后面 比如说我们来看两处经文 传道书的两处经文 是比较后面的经文 比如说我们一起来看 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 传道书十一章第九节 他说少年人 你在幼年时当快乐 在幼年的日子 使你的心欢畅 行你心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好 这里你看到 这个传道书 他就是在告诉你说 我们人的确你可以 随便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可以行你所愿行的 看你眼所爱看的 我们看到这个事件 很多人就是这样 他就是任意妄为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但是你看传道书 他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他说 却要知道 为这一切的事 神必宣问你 所以他就是要告诉你 如果有永恒 那么有审判 那么你就要知道 你应该怎么样 面对你今生的生活 我们再看传道书的最后的结论 传道书十二章 十三到十四节 他怎么说呢 这个所罗门王他说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因为人所做的事 连一切隐藏的事 无论是善是恶 神都必审问 所以弟兄姊妹 你看到传道书的时候 你就是要留意 其实这个我们 我们做牧师的很明白 我们有很多时候 在布道会的时候 我们会先让人感觉到 这个世界的虚空 但是你看到传道书 他最后的结论是说 我们人不是只有日光之上 我们有日光之上 有一位造我们的主 有一位创造主 有一位最重要 要按照我们所行的 来审判我们的主 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个以后 那么你就知道 你应该怎么样 来面对你今生的生活 所以当你在读传道书的时候 你要整卷书一起来看 所以整卷书的上下文 也是非常的重要 还有我们继续来看一个例子 整卷书的上下文 比如说我们来看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节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他也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好 这一节经文 也引起一些 很多人因为不知道 怎么解释这个经文 所带来的一些困扰 那么这一节经文 它说什么呢 它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这一节经文很多人说 一个真正从神得救的人 是不是就不犯罪 好像这个经文 好像是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你真正从神得救 你就不会犯罪 所以在教会历史上 曾经出现那种 比较极端的圣洁派的人 他们就认为说 一个人呢 只要你真正从神得救了 你的罪根会被拔掉 会拔掉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不是我们的经历 一个从神得救的基督徒 绝对还会再犯罪 所以你在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第一个你要先跟他 整卷书的上下文是合一的 比如说我们来看 就在这卷书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 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小子们啊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 是要叫你们不犯罪 没有错 约翰一书的确有一个主题 就是不犯罪的秘诀 我们怎么样可以不犯罪 但是你看他接下来说什么 他说若有人犯罪 在父那里 我们有一位中保 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从约翰一书 就已经可以看到 这个约翰的意思 绝对不是告诉我们说 当你重生得救之后 你就不会再犯罪 所以这个经文 我们在读的时候 就是要留意整卷书的上下文 但是我们仍然要解释一下 那么到底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九 写的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呢 好我们注意看 他接下来说什么呢 他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弟兄姊妹 当你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 你要留意我们的这个中文 和合本的圣经 那个道呢 跨幅里面有原文做种 种字的种 我觉得这个经文 其实应该要翻译成 神的种在他的心里 是比较正确的 所以这段经文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意思是说 我们从神生的人 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神 像种子一样的生命 存在我们的心里 那一个从神生的那一个生命 是不犯罪的生命 那么这个是 这个经文的解释 这个经文的解释说 当我们从神得救以后 我们里面会有一个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就是从神生的 那一个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那一个生命 是不犯罪的生命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从神得救以后 我们里面会有两个生命 一个是旧的生命 旧的性情 一个是新的生命 新的性情 所以我们不犯罪的秘诀 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 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 这个保罗说 体贴肉体的就是食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体贴肉体的就是食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所以这里保罗也教导我们 我们基督徒 成圣的秘诀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 一个是肉体的生命 一个是属灵的生命 那么我们要成圣的秘诀 就是更少体贴肉体 更多体贴圣灵的声音 所以当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里面会有交战 有一个旧的生命 跟一个新的生命 在那里征战 那么我们成圣的秘诀 就是我们体贴圣灵 听圣灵的声音 顺服圣灵的声音 而不要顺服肉体的声音 这个是我们成圣的秘诀 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 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里面会有两个王 好像有一首 儿童主族的诗歌说 我们里面有两个王一样 以前有一个姐妹 她是一个寡妇 带着一个孩子 那么有一天 她到菜市场去买西瓜 买两颗西瓜 一颗是比较大 一颗是比较小的西瓜 那么当她把这个西瓜拿回家 正要切来吃的时候 里面圣灵就跟她讲说 你应该送一颗到隔壁去 隔壁也有一个寡妇 也很穷 所以你是不是要送一颗过去 所以她就拿着那个小西瓜 正要走过去的时候 圣灵又跟她讲 你应该要给她大西瓜 这个慷慨一点 所以她就拿这颗大西瓜 正要出去的时候 里面有一个肉体的声音 跟她讲说 你也很难得吃西瓜 给她小西瓜就好了 所以她就把那个大西瓜 放着又拿小西瓜 然后她就拿着这个小西瓜 要走去 圣灵又跟她讲了 人家有两个孩子 你只有一个孩子 所以你应该把大的送过去 留下小的 所以她又把小的放着 又拿大的 所以她里面就是这样征战 你知道最后她就对里面 那个肉体的声音说 你不要再说了 你再说我两颗都送过去 这个就叫做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 我们来读一下 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说什么呢 她说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我觉得这节经文 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经文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我们要了解这节经文 应该要先知道什么叫做律 因为这里提到两个律 生命圣灵的律 最和死的律 什么叫做律呢 就是不变的规律 就叫做律 比如说我们拿一个铜板 我在这里如果拿一个铜板 往桌面丢的时候 它一定会往下掉 只要你在地球上 你丢一千次一万次 它就往下掉 这个叫牛顿第二运动定律 就是有地心引力 什么叫做律呢 就是不变的规律 这个就叫做律 所以这里提到两个律 一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 一个是罪跟死的律 我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罪跟死的律呢 很简单 罪跟死的律的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遇到罪的试探 我们就死了 我们就一定会落入 那个罪的试探当中 比如说当你看到 有人比你更好 你就会嫉妒 当你看到有钱 你就会想贪财 当别人伤害你 你就很想报复 当你看到美色 你就会贪恋人的美色 这个叫做罪跟死的律 罪和死的律 所以保罗提到有一种律 就是罪跟死的律 励志行善有得我 只是行出来有不得我 但是保罗告诉我们说 上帝救我们脱离罪跟死的律 的方法是什么呢 这里提到 有另外一个律叫做 生命圣灵的律 我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 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里释放我 使我脱离罪跟死的律 比如说我刚刚提到 如果我们把这个铜板 往下丢 我们拿一个铜板往下丢 它一定掉到这个桌面上 能够让这个 这块钱 不会掉在地上的方法是什么呢 那么就是你伸手去 去抓住这个 所以这一个铜板 一定会掉在地上 这个叫罪跟死的律 那么当你用手去接取它 它在掉下来的时候 你用手去接取它 这个就叫做 生命圣灵的律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督徒 我常常告诉我们 教会的弟兄准备说 其实基督徒 属不属灵 不是看第一反应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的 第一反应都一样 当我们看到 别人比我们好 我们就会嫉妒 当我们 看我们遇到别人伤害我们 我们就会很想要报复 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就会心生 愤怒 抱怨 这个叫做 罪跟死的律 这个是第一反应 我们的第一反应 往往都是一样的 但是基督徒 属不属灵 就看第二反应 就是你的第二反应呢 能不能立刻被 生命跟圣灵的律 来抓住 这个就叫做 第二个反应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好了 请我们一起来看 一段经文 撒末尔记上 三十章 四到六节 撒末尔记上 三十章 四到六节 这里是提到 大卫 跟他的跟随者 他本来要去 跟菲利斯人 一起去打仗 后来呢 他们的基地 喜格拉 就被亚玛利人侵袭 所以当大卫 跟他的跟随者 回来的时候 那么我们看到 他说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到了那城 不料 城已烧毁 他们的妻子儿女 都被掳去了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就放声大哭 直哭得没有气力 弟兄姊妹 我们在这里看到 大卫跟他的跟随者 第一反应都一样 当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就是 放声大哭 我们没有看到 大卫放声大笑 没有 他就是放声大哭 我们看到 他们的第一反应 都是一样 但是我们看 他们第二反应不一样 这里面提到说 大卫甚是交集 为什么呢 因众人为自己的儿女苦恼 说要用石头打死他 弟兄姊妹 这个就叫做 属肉体的基督徒 属肉体的基督徒 就是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 我们要么就怪上帝 要么就怪人 所以你看见 大卫的这些跟随者 他们想要拿石头 打死大卫 都是你害我们的 但是我们继续读下去 我们看第六节 这里说什么 大卫却倚靠 耶和华他的神 心里坚固 所以你看见 大卫跟他的跟随者 第二反应很不一样 他们的第一反应都一样 都是放声大哭 都是很痛苦 很难过 很焦急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第二反应是不一样的 大卫倚靠神 但是跟随者却要用石头来打死大卫 所以你看到 其实一个人数不数灵 就是看第二反应 这个是我顺便在这里讲一个很重要的基督徒 成圣的这个秘诀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五到六节 这里提到说 耶稣拆这十二个人去 吩咐他们说 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玛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近 宁可往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 这个经文 当你读的时候 你一定有一个感觉 觉得耶稣有这个偏见 耶稣比较爱这个犹太人 他说你看 宁可往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 耶稣竟然告诉他们说 不要去外邦人那里去 不要到撒玛利亚人的城那里去 这个经文如果我们断章取 我们就会觉得耶稣好像 对以色列人比较偏爱 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要留意 整卷圣经来看 那我们同样来看马太福音 我们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那么十八节十九节到二十节 这个经文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 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呢 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所以你在这里看到 耶稣并没有什么种族偏见 他仍然是爱万民的 上帝是爱每一个他所造的人 所以这个地方你就是要留意 要注意上下文 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解释 那为什么耶稣叫他们 不要往外邦人跟撒玛利亚人那里去呢 我想这个地方其实是一种福音策略 就是耶稣叫他们先到以色列家去 因为以色列家他们对弥赛亚比较有信念 所以先往以色列人家去 再到外邦人去 像保罗说的 这个福音是神的大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犀利亚人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要解释这个经文的时候 要不只是注意这一章的上下文 我们要注意整卷圣经的上下文 所以上下文原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所以我们要多讲一点 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这一刻就到这里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就是我们 我们一样心靠地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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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道